這首歌曲 是非常非常棒的一首歌曲 我覺得大家聽了都會有非常熟悉的感覺 但是卻聽了很多新的元素在裡面 那這一首歌有的就是我們今天現場的這位嘉賓 我們有陳立新重新演繹的《恰斯你的溫柔》 立新你好 陳你好,大家好 那說到這首歌我覺得一定要好好唱 來說一說,為什麼當初我會把這首歌選來搬唱呢? 因為我是問一個首 然後很多時候阿公阿嬤會點這首歌叫我唱 所以就會唱 然後另一個方面就是我很喜歡鄧麗君的歌 唱了很多 然後有些朋友說我聲音有一點點像他 我就會去再聽他的歌聽很多 學很多 然後我們在選歌的時候我想翻唱一首鄧麗君的歌 然後我們就去找 其實他有唱過這首歌 然後很喜歡那個音樂的那個melody跟詞啦 就是選了一首自己很喜歡的歌 算是自選曲子啊 但是因為翻唱嘛 而且又是翻唱一個前輩 然後大家都印象深刻 就是已經很難磨滅的那一個對不對 很刻板的印象在那邊的時候 要怎麼去凸顯自己的時候 當初應該也花了很多時間去研究吧 其實我們有meeting就是跟音樂總監聊天 然後他們就說 不然我們就把編曲做的不一樣一點 就是這個feel就是很像現場live 你在lounge聽歌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們錄音的時候都沒有用那個電腦的聲音 Electronic的聲音 都是用真正的musician在錄音室裡面錄出來live的 所以樂器都是現場類的 都是 對 哇這樣很花錢耶 可是我覺得很值得 非常值得 而且剛才我說過這首就是很像新馬的合作 因為Saxophone也是新加坡人 鼓手Guitarist Basis就是住在馬來西亞 Sound Engineer是馬來西亞人 激動坡人 對 所以就mix喔 編曲的也是我的朋友 新加坡的朋友 但是真的我覺得出來的整個感覺 整個氛圍是非常棒的 然後讓人家很享受啊 就是很放鬆 我希望我希望 對對對 ok 好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也先休息一下 聽聽歌曲 回來我們繼續的聊 對看見妳 現在在我眼前呢 只看見的就是她 以後就是陳立心 立心妳好 陳立心好 my friend的朋友大家好 好那今天立心來到這裡呢 就是帶來她的這一個首張專輯啦 華語專輯啊 是的 有的是我的世界 那就跟大家好的推薦一下的 那其實想問一下啊 這張專輯當中 妳自己覺得哪一首歌曲是 對妳來說挑戰性最高的 最難唱的嗎 最難唱的 也 恰似妳的溫柔 我剛剛聽到 就是剛才聽過來說 為什麼呢 那個跟我之前唱法有一點不同 在錄音室的時候 就是那個Vocal Producers 就要我 唱不一樣的感覺 要一直吐很多氣 然後我記得我一直吐很多氣 吐很多氣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頭有點暈 多可以休息一下 然後再氣息 氣出太多了對不對 對對對 沒有嘗試過這樣的唱法 不過錄出來我覺得很喜歡 所以可能我還在練習 嗯 就是出來的感覺很實在耶 整個東西很 對 就是很像柔柔飄飄飄 這樣的感覺我蠻喜歡 OKOK 那就是其他的都是屬於 因為這整個專輯當作的歌曲啊 其實都會偏比較甜啊 然後有一些妳說比較悲情的都有 對不對 還有其實雖然不能一起 我覺得我也很喜歡 而且不過那個Key比較難唱 因為比較偏高 整首歌都是在那個 比較high一點的range OK 好的 這兩首吧 所以這一次啊 這個專輯的部分 會不會就是 這一次來馬來西亞 我知道也跑了一些宣傳嘛 對不對 也唱了歌給大家聽 怎樣 但是接下來會不會有更多的宣傳行程呢 會 都是在安排 所以我都會寫在Facebook上面 OK 我天天都會在Facebook跟我的朋友 你就很活躍FB了對不對 對對對 聊天粉絲他們都會留言 所以很好玩喔 我覺得這樣 就馬上跟大家說一說 這個FB的帳號是什麼 OK 就是 www.facebook.com slash Laurentan.fanpage 那麼Laurentan就是 L-O-R-R-A-I-N-E T-A-N dot F-A-N-P-A-G-E OK 所以記得喔 馬上就上去 然後給Laurentan 留個言好不好 對 就是那個粉紅色的 就是我的Facebook 看到很多拼拼拼 的東西 對啊 這些專輯也是非常的拼 對 所以如果去唱片行找一找 很容易就找得到 你進去就說 我要那個粉紅色 在哪裡 OK 好 這時候我們是 大家好 我是新加坡的新朋友 陳立心 沒錯囉 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她的這張專輯喔 我的世界 那在最後的這個時間 就想 叫立心來 就是呼籲一下 叫大家支持你的專輯 然後 也讓我們馬來西亞的朋友 可以更了解妳 好不好 好啊 因為剛剛發片嘛 在馬來西亞 我也希望大家都去那個CD行 找那個粉紅色的 我的世界專輯 因為裡面有 很多是我的創作 想讓大家聽到 還有就是在馬來西亞拍攝的 卡拉OK十首歌曲 嗯 所以這十首歌都在專輯裡面 都在專輯裡面 都收錄在專輯裡面 都收錄在專輯裡面 OK 可以看得到 有的聽也有的看 是的 而且都是十首嘛 完整的可以讓大家看得到 而且當中可以看到到 很熟悉的一些地點啊 還有很多照片在裡面 沒錯 沒錯 那最重要的是呢我覺得在 可能很多人覺得 啊生活很累啊 還是怎麼樣 少了很多開心的事情 那我們再聽一聽 例行的歌曲 裡面可以帶給大家 很多的歡樂 很多的甜蜜 是的 希望大家會永遠的 幸福快樂 對 所以 接下來幾次再過來啊 應該 對喔 相信很多朋友都 都期待說 可以 在現場聽到妳演唱 因為我自己很期待啊 我常會在那個 購物店做簽唱會 對對對 好宣傳 對會放在Facebook 希望看到大家 所以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 可以可以 每次都會放在Facebook 所以可能之前那些片段 也可以再上去 有有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錄下來 嗯 好啊 放在YouTube也找得到 沒錯 OK 那我們今天再一次謝謝妳 很開心可以幫忙妳喔 Thank you 謝謝MFM 好那我們希望很快的時間 可以再見 喔還有祝大家父親節快樂 很重要 我爸爸可能也在收聽喔 對對對 好祝大家父親節快樂 謝謝 今天守著MFM喔 下個小時有更多的 精彩的歌曲為妳送上 好掰掰 MFM天氣